欸小新我問一下喔 現在9月19我們常常講919事變 啊到底對房市現在看房子能少多少 說良心話不要說場面 你有看到我現在坐在這裡嗎 有對不對就代表我很閒 就很閒啊 我很閒 仲介業者朋友給我的回饋是 他們的這個調大概是調七成 你說來看的來客量還是成交 919之後調七成 也就是這二十幾天啊 對那預售屋的話在我現在的暗場 大概也掉了50% 你賣的豪宅 對 豪宅掉50%是不是很正常 還是其實這一波應該是比較 兩千萬上下一千多萬兩千多萬的會受影響 反而那種八千以上的那種豪宅反而不受影響 我個人覺得你今天會來看豪宅 我有發現我現在在這個暗場 大部分的人來看他不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心輕安到什麼時候 就貸款的東西他根本就 他其實有滿滿的現金 只是我要不要放而已 而且他早就已經不是心輕安 對他也不是這個族群 然後他就不會問有關於貸款的東西 但我有發現我如果是跑稍微 總價比較低的暗場 他們就會不時的問我說 那利率變2.3 2.4 那這樣到底差多少 可以差兩千多塊 這樣是兩千多塊 他們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是客群上的不通 所以這些豪宅他們其實也不會很 應該會有間接影響 因為這些有錢人他們可能也不管星期安 也不管919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買8000萬一億的房子 我的確會因為919整個氛圍 市場氛圍我在講 我在想看看 8000萬房子會不會有 比如說300萬500萬空間 我跟你說就是市場上是大家有在觀望沒錯 可是對於這樣子的價格 這樣子的總價的豪宅族群好了 他們其實知道是 不是沒差 他們知道不會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不會降 我是說真的 他們知道不會降 今天你會蓋豪宅一定是一線建商 例如說元利國泰論泰 這些建商的手股很粗 資金很雄厚 原則上他不要給你漲價 你就要阿咪賭婚了 他是沒有可能是有降價的空間 他們自己也知道 那你這樣講邏輯 我聽一下 我聽得很怪怪的 你現在稍微比較閒了 但是你的客群 基本上又沒有太多這種 知道會降價或期待降價的這種期望 照理來講應該不會有對成交 成交量不會有影響才對阿 沒有來人的成 來人對不對 減少了50%沒有錯 可是變成是來人減少了 可是來的人是很精準的 對所以你會不會成交還是會成交 你就不像之前因為前上半年 房市因為很樂落 排隊的啦 抽籤的啦 你知道我上個暗場還有人抽籤沒抽到眼眶紅的耶 真的 他說我媽媽說就是我一定要買這間房子回去 那個房子多少錢 為什麼 2700-2800萬吧 對啊在台北來講2700-2800萬是30幾歲 是40歲會買的 對但是就是上半年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排隊啦抽籤啦 不然就封盤鎖護的啦 調價的啦 不賣的啦 對啊 你看之前不要說之前啦 我們在8月以前你看那個 那個接待中心 喔好像菜市場 如果說旁邊接著賣蔥 搞不好生意還很好 話說這個 我上個暗場有客人就是因為他覺得現場太像菜市場了 他不爽他不買了 他說那感覺很不好我不買了 你已經是一個一線建商 怎麼會這樣 我們不開心我不買 欸也有 這種人算有錢的 哈哈哈哈 他剛好走錯地方了是嗎 沒有啦我們國泰也是好房子耶 OK好先這樣子喔